我們從格涅之眼這邊爬上來了 背面就是格涅神山 然後我前面是格涅之眼 我們等會去找個機會去拍 對面這個機會比較好 因為可以拍到整個格涅神山 入口中 Virginia I wish I knew how It would feel to be free I wish I could break All the chains holding me I wish I could say All the things that I should say 今天我们从礼堂出发 因为早上8点钟去礼堂做了核酸 然后本来今天的计划是直接到盲康 我有左供的 但是晚上要回到礼堂 那个人民医院拿核酸报告 而且早上的时候 那个做核酸的时候 有一个人是红马 然后直接被拖走过地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去 这边比较有名的 说是丁真故乡的喇叭亚乡 上面有一个隔链之眼 还可以看到隔链行山 那现在就出发了 现在我们从礼堂出来了 然后向西沿的318走 现在看到一个牌子 上面写的是到隔链 礼堂县隔链行山70多年 准备转弯了 开车去隔链之眼 现在的路况其实已经非常好 视频里面可以看到整条路都在修期当中 我们在开车经过第一个检查站之后 碰到了一个正在修的大型停车场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现在去隔链之眼 或者走隔链南线的话 可能和以前的卓亚县 卓福高内院一样 这里也要开发成景区了 然后进去的话 六七十公里山路 现在路况也不特别好 二十一年的夏天了 图中可以看到有峡谷森林 雪山 隔流 以及后面更美的风景 所以说你们走隔链南线的话 直接从318导航到喇叭亚乡 然后再继续沿着路牌走就好了 出了一个午饭 然后在村子里面东西挺贵的 一碗大馄饨 20块链一碗 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白塔了 看见这个大白塔了 然后我们马上就要右转 右转就上到那个去隔链 到大湾是吧 反方向到达了这个被挖断的路这里 可以看到这里有伊拉卡压口 格涅之眼 就这样走 然后就开始上山了 看见前面那个土路没 我们等会儿要直接爬上去 然后上面就是科涅之眼 然后这里已经在做牛开发了 我们刚才路过了一片河流 那河边上就是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很漂亮的 但是它一直在秀那个不叫做 我们过去一片河流 走到大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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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到大湾 走到大湾 看见到大湾 看见到大湾 i know how it feels i know how it feels i know how it feels how it feels i know how it feels 哎呀,我們到可憐之眼了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進去 我看那邊前面有炸 這裡開做旅遊開發 這邊還在修紅燈場 我們從格涅之眼這邊爬上來 背面就是格涅神山 然後我前面是格涅之眼 我們等會去找個機會去拍 對面那個機會比較好 因為可以拍到整個格涅神山 我們走到格涅之眼對面了 這個格涅之眼中有一點水草 但是其實也不要緊 我們找准一個機會 開始航拍 啊,這裡挺好的 由於格涅之眼是在我們計劃之外的目的地 所以說我們 基本上到下午開陽落山的時候就回去了 而且呢,那個時候月下也不是特別好 所以晚上回到了禮堂 然後吃完晚飯之後呢 我們直接開車出發到了燃烏谷 這段路呢 其實晚上開車走勢不是特別好 因為中間那一段在修路 金沙江那一段 然後金沙江大橋的晚上大車都停在橋邊上 等著白天的放行 所以說如果你們晚上啊 要去走燃烏這段的話 其實路第五是特別的好 建議還是白天走 但是我這個老司機嘛 所以說就晚上直接開車路過了 後面呢 是這兩天在禮堂吃的東西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禮堂其實是很好吃東西的一個地方 從現在到的這個 在整個山下那路上很有名的一種 在禮堂的檢查站前面 這個高山水鱗 這些鱗做的好一次 這些鱗屁的所有的 外的美食物裡面都放在這羶子 雲的外道也是不錯 今天在礼堂上收信一下 一较睡到晚上才起来 我们先来吃一个藏餐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在隔夜之影玩了一圈 我们来到和尚报告 然后今天来到礼堂这边 主要有名的一家川菜馆回头香 他就在这个礼堂东城门的下坡边上 还没到饭店 中间也有很多人来打卡 里面也是和我们上次吃的鲁鱼一样 各种鲁鲁鲁鲁不然能够发起 我们现在想让我们进去 我们现在想让我们进去